本上都是留守人员 留守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实话实说这个字呀 特别的刺眼刺耳 但是这就是现实 现在我们的这个农村主要的人员 构成就是老弱病残幼 这些人大都还生活在农村 包括一些生活习俗不太习惯的人 也生活在农村 城市它适应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村文化 基本上已经是留守人员 还有老弱病残幼啊 因为有的小孩可能在城里不太方便 放在农村老人带 年轻人基本上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除外 务工打工成家立业生活 稍微优秀的都考大学了 当兵了什么的都出去了 在稍微青壮年呢 又去给这个城里边的孩子们 看孩子去了 也就是看孙子啦 看外孙子啦 这这一类的 是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 农村留下的主要还是一些 老文化的这个传统者 和这个这个加持者 还有这个种地的呀 做事情的呀 稍微优秀一点的年轻人 有可能都是村干部之类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呃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作为一名摄影人 应该去上山下乡 尝试一下 拍摄出自己更满意的 更有价值的摄影作品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或者说几十个人拍一个美女 这都是低级的低端摄影 还有几十个人拿着几十万的 每个人拿着好几好几万的 甚至十几万二十万的器材 对着一个地方拍某个鸟 这也是特别低级的低端的摄影 低修为的摄影术 还有无数人扎堆去拍油菜花 无数人扎堆去拍梯田 这种事都是一种特别低级的摄影 摄影理念和摄影行为 那有的人反驳我了 哎 你说的不对啊 那一帮体育记者拍那个足球赛 那也是低级摄影吗 实际上那也是低级摄影 那个是一个摄影工作 为钱的为赛事的拍啊 并不是什么高级的 它不是个人行为 是吧 那是官方 那是商业行为 所以说扎堆摄影 人家商业行为 那可以理解 还有新闻媒体 新闻工作者 扎一堆拍摄这个新闻 或者说扎堆拍摄这个 呃 新闻发布会等等的 那人家是 人家是工作嘛 那个除外 是吧 那个不算 不算我说的这种 扎堆摄影和群体性摄影 我说的这扎堆摄影 群体摄影 主要限于摄影哀号者 和这些走织活动的 一帮人围着一个 古装美女在拍樱花 低级 恶心 低修 是吧 哎 一帮人围着一个 整过龙的 穿三点式的 裸露的美女 拍摄所谓的私房和人体 低级 恶心 是吧 哎 有本事你一个人 带个女的走 拍去呗 想怎么拍怎么拍 是吧 别弄一群人拍这个 这叫集体观音 耍流氓 恶心人 拍的那女的 还是整过容的 哎 整过容的 整过这样 整过那的 然后穿个三点式 摆着各种恶心的姿势 拍 那一群人拍她 你不恶心吗 是吧 就是低级理念 哎 还有一群人去拍这个 是吧 毫不相干的 跟精神病院出来的似的 穿个古装 然后搞个假的东西 哎 一群人拍这个神经病 所以说 这就应验了我们那个 哎 摄影的是傻子 上面的模特是疯子 是吧 哎 这样的低端摄影 现在其实挺疯 挺流行的 哎 那模特越二越疯 越越越 越无下线 那摄影人傻傻的 举着相机 围了一堆在那拍她 不有病吗 是不是 所以说 说到底 群体摄影 和有组织的群体摄影 还有这种活动类摄影 其实都是低级摄影 啊 低端摄影 这些人可能会来都来骂我了 说你 我指的是从思想上 摄影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 一定要尽量的独立拍摄 独自拍摄 形成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引导 自己的发现 自己的审美体现 等等 这才是比较高级的摄影人 或者摄影师 有见解 是吧 一群人在一块 你怎么见解 你也不能导演 你也不能指挥 你怎么着 是吧 那不算你自己的东西 啊 所以说 远离群体摄影 远离一群人打鸟 远离一群人拍私访 是吧 远离一群人拍古装美女 远离这些低级趣味的摄影圈 你才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有思想 有见解的 优秀摄影师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多年 没有后期消费 没有消费陷阱 都是实打实的 比如说请我拍照 就是2588 就是3688 这两个价位 找我拍照 这个付费完了之后 所有底片 全送都归顾客 是吧 都归信任我的那些人们 所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不设这个消费陷阱 我宁愿总是一些客户 我也不设消费陷阱 我从来不打价格战 你只要找我拍照 你只要找我拍照就是这个价格 一分钱不优惠 同所无期 不占别人便宜 也不欺骗别人 是吧 所以说都是实打实的 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取得了无数人的认可 信任和爱护 还有帮助 厚爱 是吧 所以说呢 我对这个商业摄影的这种消费陷阱 其实也是深恶痛绝的 我觉得他们这就是一种伎俩 非常的不合理 而且甚至牵扯到违法 是吧 所以说呢 这可能在同行业内引起一定不太好的观感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全国各地有无数的这种免费拍呀 99一套呀 88预定一套呀 等等的这种消费陷阱 我们国人好像也挺认这个东西的 他们对这个骗术的这种分辨能力 特别的低下 为什么 因为他们好占小便宜 所以说也不能光怪商家设立这种消费陷阱 因为有无数需要消费陷阱的人 而且形成了一定的秩序 最终让 最终让拍照的所有人都知道后期买片一张多少钱了 这也是一个让大家被骗成成性之后 被骗成习惯之后 大家反而接受了这种习惯 特别的奇怪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我不能用一些不好的词去骂这种词啊 当然了 因为消费者 冯小刚说过一句话 是吗 为什么他的电影垃圾呢 因为我们有无数那些什么的什么的人 这是合理的 这真的是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办个健身卡呀 喜欢办个理发卡呀 喜欢办个美容卡呀 喜欢办个洗车卡呀 最终人跑路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 也不怪这些跑路的人 是吧 我其实是特别不爱办什么卡 当我确定办什么卡的时候 我就心里边告诉自己 这钱就扔了 我不在乎什么的时候 我不在乎这点钱的时候 我办个卡 那无所谓了 是吧 我明知道会被骗 但我无所谓 那就办吧 是不是 还有好多人这个搞投资的 搞这个这投机倒把 就挣钱的 那投机倒把挣钱的 最后被骗了 活该 不能心疼 我我个人啊 我个人 说是在某种情况下 不能心疼那些被骗的人 有时候我是不怪骗子的 为什么 是吧 原因是双重的 所以不能只怪骗子 那些被骗的人 有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是吧 这话可能让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 或者跟我抬杠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关于商业摄影的消费陷阱 我说这么多 然后也把我自己的观点阐述了一下 希望大家能看得懂这期节目 能理解这期节目 如果你是一名摄影从业者 请不要再设立消费陷阱 坑害信任你的一时父母们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亲爱的阳友们 松下相机的真正的顶级旗舰相机 快要发布了 你把钱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说呢 有好多人总是盼望着松下的好相机出来 松下的SER二代肯定快要发布了 离得越来越近 那主要是你自己把银子准备好没有 这个是关键 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玩摄影 现在玩相机类的东西 从加能尼康索尼富士 松下来卡都玩了一遍之后 松下的相机确实不错 松下的相机确实不错 然后我用的相机是松下的SEH 和松下的S二代 两个相机 一个是入门级全画幅 一个是它的顶级电影机 那么现在松下的一系列顶级相机呢 都已经发布了五年之久了 它的二代机带有相位对焦 人眼识别功能 人体识别精斗 鸟眼识别摩托车 什么赛车识别功能的 对焦性能强悍的 包括视频性能更强悍的 一系列的二代机型 即将快要发布了 那么对我一个摄影爱好者 或者说器材发烧友来说 我肯定期待它的一系列相机 的二代系机型 S5二代和S5二代X 其实并不是我喜欢的相机 为什么 它毕竟是入门级的相机 不管松下公司给它的身份 比如说S5二代X 松下公司给它的身份 竟然还给了个旗舰 这个身份 但是我觉得它还不够 所以我现在 这个莱卡的SL3 相机发布了 那么肯定期待的 或者期望的相机是 送下的S1R二代相机 这个相机出来之后 我个人肯定会买 不知道会儿 大家伙银子准备好了没有 这个相机出来之后 我的影友肯定会有 大量的影友会购买 和选择这个相机 毕竟一系列才是它的顶级相机 才是它的旗舰相机 这才是我们真正期望 和想要的相机 其他的相机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玩过了 比如说S1H玩过了 真的好 真的好 但是我们还想让它更好 尤其是对大家诟病的对焦来说 那么现在S5二代和S5二代X 包括G9二代 这两天发布了S5二代和S5二代X的 这个固件更新 它的对焦性能将会提到更大的提升 包括人眼识别 鸟眼识别 包括赛车识别 是吧 这些加入 还有它机身防抖的这个性能的更稳定 那么我们肯定越来越期望 松下S1R二代的出现 那么松下的S1R或者S1H二代 或者S1二代的发布 将会是我们广大松下粉丝 松下相机用户的期待相机 其实松下的S1R二代 从惯例上来讲 它和莱卡的SL3 肯定是同等级别 同等水准 几乎同等参数配置的相机 从以往的经验看 它的SL系列 对应的都是松下的S1系列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畅想一下 松下的S1R二代的这个相机性能 比如说像6000万像素 比如说这个高像素模式 比如说更好的混合式对焦 包括更好的机身防抖 包括它的相机的机身 是不是还能做得比以前的小一点 这种期望值 大家可以畅想一下 从SL3上就可以联想一下 S1R二代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前准备好就行了 不用期待它什么时候发布 等它发布的时候 有相机的时候 我们直接拿下 就行了 是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以上已经足够我们所有的拍摄需求的光源需求 不管是白天作为效果灯 效果光 补光 还是作为晚上 作为亮度补光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造型 灯使用 还有说多光使用 这块灯 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了 待会我把这个灯呢 给大家来一个效果展示 给大家拍一套照片 拍一套照片 放到节目的前端 或者结尾 大家看一下这只灯 那么这期的 这个智云的X60RGB智云功率王 这个影视补光灯开箱节目 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 下面呢 我给大家录制一些 这个灯的静态状态下的照片 或者视频 以供大家欣赏和了解这款灯具 需要补光灯的人 这个灯 我的建议指数是百分之百 可以说这只灯 我现在拿到手 拆完箱 看到这只镜头 和我在开箱之前 在他的官网攻略 这个这个补光灯啊 刚才口误 这个补光灯的效果 我已经深深的被他吸引了 而且呢 现在我拿到手上的是 实际的灯光电池 遮光照的效果 我深深的感到 智云的做工 确确实实是大厂的做工 而且这个灯具呢 有一定的设计美观度 而且极其小巧的体积情况下 给我们输出这么强悍亮度的灯光 还有九种效果的加持 还有色温的调整 那么我们还要什么 买吧 没有任何需要犹豫的地方了 而且可充电使用的情况下 任何时候 我们都有这块电池之后 我们都可以进行 非常好的 补光设备 拿在手里都可以补光了啊 也可以放在架子上进行补光 我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放在架子上的这个 螺丝接口啊 有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接口啊 有这个接口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架子上进行补光 也可以手持补光啊 也可以弄个小三角件补光 都是可以的 我们买任何一支灯 首先是它的光质光感 第二色温可调整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呀 变化呀 这些功能我们肯定喜欢 但是都不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就是 现代来说 可充电使用 带电池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功能 是吧 所以说这个灯 我的推荐指数百分之百 直接买就对了 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 也没有任何吐槽的地方 直接拿下就OK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本届 本届摄影展 第二大的这个展台 是佳能相机的展台 佳能相机的展台 佳能相机呢 每一年其实租的地方都算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销量 口碑还是来自于单反时代的积累 当进入微单时代之后 其实他现在的销量是下滑状态的 品牌认知都也在下降 所以现在带他实体看一下 佳能展台的盛况 这是佳能展台的一个实际情况 佳能呢 在这个相机展的基础上呢 上面有一些长角镜头的使用 这是什么 长角镜头的使用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加直播 加直播也算是他的一个展位 然后还有这个 镜头和相机清洁服务 还有一个动态拍摄体验馆 这几个都是佳能的分区展位 然后佳能的这个 还有这个 CMOS清洁服务 这都是由师傅现场进行 现场进行清洁 远处就能闻见这个 非常浓烈的酒精的味道 所以说他这个也是一个酒精的味道 然后这边呢 是经销商认证的地方 所以说呢 佳能的这次的展台还是挺大的 感动常在 佳能 然后呢 这边是市集曲 有营友 很多营友在这儿进行试机 工作人员穿着灰色的衣服 然后一些小的区域 进行这个整体的展示 然后这是佳能的相机 和镜头的展示区域 哦 现在有这个模特出来了 哦 模特出来 佳能呢 也更有大家在拍这个 在拍这个佳能展台的这个人员啊 这是观众 佳能区域的观众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 这个 有很多拍模特的人 在拍这个视频 打赏一下 和冠军 再拍这个视频 再拍这个视频 有个人的拍摄 转发 打赏一下 那天啊 这下呢 还在北楷的歌 那天啊 这下呢 那我喝不厉害啊 那天啊 那天啊 这下呢 那天啊 我还不过 那天啊 这下呢 我还不过 那天啊 那天啊 我还不过 那现在 我还不过 我还不过 那天啊 那天啊 这个还真看不见 到有能看见的地方 我再给大家说 看看它的产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看不见就不管它了 看不见就不管它了 这个镜头我这次来 这个镜头呢 主要就放在 直接放在这个 松下的S1H上面用 然后松下的S5 二代我打算搭配2470和1635 来卡的92 我这次也带了 主要是让我媳妇给我拍一些工作照 然后这个是 它的这个镜头 然后呢还有一个硕大的遮光照 这里边有一个遮光照 这么大一个遮光照 然后有一个镜头袋 这是它全部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了 然后这个镜头袋 实际上是我们是能用的上的 松下的这个东西呢 做的是超级超级好 我们现在享受松下的东西呢 还能以特别特别低的价格 享受松下的东西 这个袋肯定是它最大的这个镜头袋了 最大的一个镜头袋了 肯定是比较结实耐用 里边采用了这个特别这个没有刮蹭的这种柔软的布料 然后呢 遮光照我们用的时候就把它装上 我们逆光拍摄呀 或者说这个有炫光的时候把它装上 然后呢 在最全新的时候 我们把镜子给它上上 这个偏光镜呢 可以上在UV镜上 也可以单独直接上在镜头上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采用这个偏光镜的时候 可以直接上到镜头上 所以说这个镜头呢 也是广大营友 或者说松下玩家 梦寐以求的一个镜头 凡是用过这个镜头的人 对这个镜头的印象都超级深刻 它不仅有超高级别的分辨率 还有特别立体的色 立体的影像感觉 色彩科学 浓郁 饱满 沉稳 立体 厚重 这只镜头的成像啊 完全看比定角 可以说是这个 松下镜头里边的顶级立作 实际上松下的镜头 比如说70-200 2.8和51-4 这两只超级牛 16-35也超级牛 唯一让我感觉 不是特别牛的镜头 是24-70 2.8 但24-70 2.8是一只 必不可少的 必用镜头 但是我总感觉它没有16-35和70-200牛 因为16-35和70-200成像那种相片出的那种相质 分辨率还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特别特别牛 所以说呢 如果你的银子比较方便 趁着2024年的618 你也把它拿下 找我 都是 618 活动价格 我给大家预定 这只镜头只有三个 我已经销售一空啊 给大家伙带货的 我和群里的两个营友直接把它就拿走了 老板没得卖了 都是我的了 我的营友们买这个东西特别踊跃啊 我也买了一个 抢了一个 完成了我再次拥有它的心愿 这期开箱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希望说送下S9能 这个比较完完善流畅的供货 大家能买得到 别弄一个 发布一个相机 大家买不到 你发布它干啥 是吧 所以说这是我对S9的一些看法 对S9的一些希望 一些期望值 所以说希望 我们下车的观看 谢谢大家